《山寨探望十六,我兒子救人才會死》 梁鑑江1980年出生 父親梁國彪做冷氣電工 他和父母兩個弟弟一個妹 在西環觀爐樓住 其由搬到沙田、磅村、博文樓的單位 梁鑑江就讀上環比利喆士街70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009月搬到天水維新市鎮 教校社經過翻身後 2012年9月成為國際學校小學校社 他和同學陳基泰由中一到中五都是同班 畢業之後經常聯絡成為好朋友 陳基泰原本在官隆樓住 其後和家人搬到堅離地城北階昌喻大廈 中華畢業之後升到香港理工大學 畢業之後在一間秘書公司任職 梁鑑江中華畢業之後就讀城市大學建築系 2002年同女朋友去澳洲升學 先後就讀昆士蘭大學環境建築學學士課程 成績優異屢都得獎學金 2005年11月梁鑑江趁假期 回香港共對天輪 11月17日 梁國標一勝利道一個裝修緊的地鋪 維修冷氣機 在離地面2.87米高處墮下 傷及頸椎 在廣華醫院分離兩個星期 11月28日轉往九龍醫院 接受骨科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為了照顧家人 梁鑑江一度暫停學業 2006年7月4日 梁國標住院229日後出院回家 梁鑑江回到澳洲繼續讀書 當地大學提供獎學金 給他繼續升學 梁鑑江最尊順利畢業 梁鑑江一日工商成為殘疾人士 去上問題一直都未辦妥 靠6000多元中援和雙殘遵協過活 2008年梁鑑江拿到碩士學位 教授說有獎學金 可以給他繼續讀完藝設計 梁鑑江為了照顧殘疾父親 供包妹讀大學 令雙殘不需要再靠中援過活 放棄繼續進修機會 和女朋友一起從澳洲回香港工作 梁鑑江和媽媽說 希望家人以後都不需要靠中援生活 協助爸爸殺取工商賠償 普回公道 2008年1月 梁鑑江回到香港之後 在一間公司工作 月薪25000元 他繼續挑吵去柴灣 城市拓展國際有限公司 做助理建築師 預約29000元 2008年2月1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建築處合法 香港建築師學會贊助 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香港館概念設計比賽 公開徵求作品 陳維正 詩其山設計的無限空間 獲得冠軍 梁鑑江和三個同時 合作設計的建築作品 《一角霜陷在清設寶盒內的寶石》 獲得榮譽獎 他被譽為建築界的明日之星 2008年4月14日下午6時 班長酒會 在香港堅島市國藝術中心旅行 政務司司長唐英明主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羅浙江 向梁鑑江等人頒發獎座 班長禮結束後 梁鑑江接到27歲 陳基提電話 他說失業 和台灣女朋友分手 想自殺 梁鑑江約他在觀龍樓衣座見面 晚上10點 梁鑑江的媽媽打電話給他 說家人準備和他慶祝 問他何時回家 梁鑑江說 和朋友日夜談 就回來了 梁鑑江其實和女朋友通通電話 阿泰有事要幫忙 晚上10點50分 梁鑑江的媽媽又打電話給他 梁鑑江說 就回來了 梁鑑江到達觀龍樓衣座十九樓 升降機大堂 和陳基泰坐在地上聊天 四月十五日零十一點鐘 兩人走到連接E和F座的走廊 陳基泰突然回越南河 梁鑑江撲上去左指 兩人失去重心 跌出圍欄外面墮樓 倒過血白之中 雙距大約三米 F座低層住客 在短十幾秒裏面 經聞兩聲巨響 扮兩個男子 一左一右 倒過F座對面 其中一個人沒有穿鞋 另一個人穿一隻皮鞋 他馬上報警 救完到場 凡人兩個人身體多處骨折 掩掩掩一息 送到瑪麗醫院搶救 先後證實不治 警方封鎖現場調查 F座十九樓的樓梯 找到兩個人不包 陳基泰一對拖鞋 梁鑑江一隻皮鞋 現場沒有遺書 沒有遺棄者 警方憑兩個人身上證件 聯絡他們家人 警方通室在現場展開調查 在商鄰的DEE兩座大廈 向住客調查 住客就說 沒聽到有人爭執 警方封鎖背景調查 懷疑他們在傾談時 有人情緒激動 想翻越南河沉死 好弱傷勸時 失足桌樓 另一個人為內疚 美隨漂樓 釀成傷屍命案 但真正原因還有待調查 案件沒有可疑 暫時有人從高處墮下 偷由西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早上9點多 梁鑑江兩個包弟去臉房認屍 陳基泰父母、兩個姐姐、一個弟弟 早上15分鐘到達 雙方未接觸 陳基泰家人率先認屍後離開 梁鑑江家人最後進入臉房 雙方近距離碰頭 擦身而過 胡不抽彩 梁鑑江的包弟又說 事發到現在 陳基泰家人都沒有打打給他們 威慢和致歉 強調即使對方道歉 會不會未必接受 絕對不會由王興和陳基泰一齊舉辦 梁鑑江上司的岑炎威 對事件感到滿色 仍然用梁鑑江做事很勤力 為人樂觀 工作表現都很好 在建築方面有天賦 相信他 絕不可能自殺 梁國標蓋探 他是只是小康之家 發動積蓄 供梁鑑江讀大學 以日學生出身 入下生活有所依靠 如今願望全部落空 許日工業意外半身不遂 即將上庭打官司殺取賠償 希望能獲得一筆錢 作為生活費 梁鑑江身前答應 就讀中七妹妹 支持她讀大學 可惜未人睡遠 梁國標說 梁鑑江喜歡古式古香建築 希望穿骨灰安法補覆衣 但經濟能力有限 希望有心人能夠幫助 2008年4月17日 香港城市大學私心 對建築科技學部 畢業新梁鑑江 一日救人而犧牲性命感到十分遠色 處理校長何欣基教授 向全球私生和校友發出電郵 由發展及校友聯絡處負責統籌 收集校內教職員 學生和校友的白金 表達對梁鑑江為屬心切慰問 梁鑑江的媽媽在事發後患上抑鬱症 所以接受精神科醫生治療 合上梁國標透過發援入品 向新鑑水電冷氣工程公司 簡稱新鑑索上 新鑑經營者是譚新宇 在區院開審時 梁國標說她是新鑑員工 按照行規日生是800元 新鑑說梁國標不是她的員工 新鑑是合作形式承包維修工程 費用4600元 2009年1月21日 區院法官陳美蘭頒下判事 根據梁國標同意證供 和新鑑在盧審處當時的證供 控辨雙鑑並不是合作方式做事 新鑑明顯以800元日生聘請梁國標 事發當日梁國標明顯與新鑑做事 新鑑需要就那種意外承包責任作出賠償 梁國標意外之後如船喪失工作能力 頸骨第三四折受損影響小變和性能力 導致梁國標幾近癱瘓 2005年1月17日至2008年3月26日獲得病假 2008年4月1日 梁國標被評定患有頸椎骨折 導致秘尿功能受損 肝門直腸功能受損 揚毀 暴態受損和上司受損 冥狗喪失100%收入能力 2011年3月1日 2011年10月11日和18日 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 並請監控人員暗中拍攝梁國標的生活視頻 法庭裁定 新鑑需要賠償梁國標 一共240萬8216元 需要與梁國標支付中費 2005月 審判裁判停1年4日 演開寺恩言訊 5月25日審判裁定梁鑑江和陳姬太 兩人死亡意外 梁鑑江父母不滿意裁決結果 情緒激動 梁鑑江的媽媽傷心了整個人 軟倒在地上 游停警協助 扶出庭外 她呼天場地痛哭 我兒子救人才會死 裁決不公平 這樣對我兒子 梁國標聲言提出上訴 梁國標說 出事大廈保安上有問題 我兒子肯定不是自殺 為何凌晨1點 2個陌生人在大廈 漢奸都沒有發現 為何沒有保安巡留 審判停沒有提出任何建議 梁國標認為 事件未有謎團 仍未解開 直指陳姬太家人 不單直直都沒有道歉 而且經常擺出不有社態度 梁國標認為 對方有欠風道 她和妻子對陳姬太家人大有恨意 梁鑑家人認為觀龍樓圍蘭遮得1米高 圍蘭太矮導致意外發生 2011年3月 梁國標的第二個兒子 偉特律師入品高等法院 控告防疫疏忽 防疫賠償損失